为什么会打雷 2017年6月3日,广州发生了一起雷击事故 一名44岁男子不幸被雷击身亡 事发时,当地太阳高照,没有任何预兆地突然打雷 下雨天打雷很常见,但是晴天打雷就很罕见了 这不禁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,为什么会打雷呢? 打雷是大气中的一种放电现象 下雨时乌云密布,空气潮湿 此时,电荷中和时会瞬间放出大量的光合热 从而将周围的空气加热膨胀到3万摄氏度的高温 同时推起周围的空气,使空气产生振动 而此时产生的声音就是雷声 当两块带一种电荷的云相遇 或是带一种电荷的云与大地相距较近时 就会发生放电现象,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闪电 空气很潮湿以及云一定要够大,就是雷电发生的必要条件